14岁女孩一直不来大姨妈 不想被医生鉴定为男生 听到这个消息 父母当场摁住了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养了14年的女儿居然是个男孩 就在刚刚曾医生诊时 悄悄进来一对夫妻 小心翼翼的好像有什么事怕被别人知道 曾医生见孩子没来 立马表示看病孩子必须在场 曾医生正准备反驳 突然看到了华儿的电子病例 几项鲜艳的数据 吓了她一跳 急忙安排夫妻俩坐下 随后仔细查看检验结果 据小平父母描述 自己女儿在读初中 同龄的朋友生理期都来了 而自己女儿迟迟没来 怀疑有问题的两人便到医院检查 而结果让他们无法接受 为此一直瞒着女儿 到处求医希望能得到确切的诊断结果 小平妈妈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我看看检查 我一下一下看啊 这么高 人家说这么高 女孩正常的雄激素在1.9那么二每升 但小平的雄激素是32.5那么二每升 高了足足30倍 这可是男孩子独有的特征 同时染色体也显示为46XY 虽然难以接受 但生物学上来说 小平就是个男生 没有其他可能 但经过进一步的询问 医生发现小平身上没有任何男性特征 这上毛毛多不多 没有毛 没有毛啊 什么毛都没有 就是我们口中 他这个毛都没有我们多 也没毛 唯一的区别就是小平 并不想其他女生那么娇小 显得很壮硕 从小到大几乎没生过病 听到这曾医生若有所思 将小平妈妈请出去后 亲自为小平查题 结果也是出乎她的意料 身体各项特征都显示 小平是个标准的女孩子 除了检查数据 这完全是一个 我可以说吗 曾医生正准备说结果 突然想到小平就在一旁 连忙询问孩子父母 说着话是小平一脸严肃 显然已经猜到了大半 但曾医生还是尊重家长的决定 让小平在外面等候 小平的病叫熊激素不敏感综合症 十分罕见 发病率大概在2万到10万分之一 她拥有一个男性完整的性线 由此分泌熊激素 但由于体力缺乏熊激素的受体 所以没法长出男性特有的象征 比如猴杰 体毛甚至是沙哑的声音 这么多年一直没事 是因为熊激素通过 无阿尔法媒转化成了磁激素 从而长出女性特征 所以小平父母这么多年 一直把小平当女儿咬 可奇怪的地方又在于 这种并不会长子宫 小平偏偏又长了子宫 子宫她还长子宫 她没子宫啊 我们就没希望 对于父母来说 还是希望女儿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女人 一个即使有子宫 你的这个 她长了一个党丸 你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不可以的 听到这话 小平爸爸尝试询问 是否能让女儿变成男性 却被医生告知 现在小平不论是外貌还是心理 都是一个女生 根本没可能再转换成男生 并且因为没有熊激素受体 无法具备男性特征 现在小平的性线已泥在了体内 最害怕发生病变 年纪越大病变的概率也就越大 唯一的方法就是手术切除 女儿已经没有机会做妈妈了 生命不能再有威胁 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和此共振下还是没能找到性线 医院历史上从没这样的案例 为此医生组织多学科探讨 研究最佳的解决方案 几名老医生也看得头大 曾医生建议直接切掉性线 可老医生反对切除 认为成熟性线不容易挨变 同时性线的存在会对身高增长有帮助 如果切掉小平衡可能停止生长 切以后的性线的激素补充治疗 性线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留医生建议等孩子18岁成年后 征得孩子自己的同意 医生在进行相应的治疗 不然将来后悔也于事无补 最终紧离医生经过认真且严谨的讨论 决定先开刀探查 确定性线是否有恶变 再确定是否接触 两天后手术探查报告及病例报告显示 体内存在男性性线 但未发现癌变组织 医生决定先保留 以生长发育为主 但定期复查 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健康 我现在在乎的 就是他的心心健康 希望他能早日康复 也希望社会能对这类人群 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感谢一位 感谢